關注大馬掌握國際 歡迎收看RTM華語新聞 你好 我是林芷瑩 來看這節新聞的主要內容 首相宣布 政府會發放特別退休獎金 以減少退休公務員的退休金差額 政府會公立大學的學生 提供三百令吉機票補貼 8月15號開放申請 政府會在六週選舉落幕後 將修正聯邦憲法第三部分的建議 成交馬來統治者理事會會議 印度北部暴雨成災 早前報導指有十二名大馬登山客在西馬斜爾邦失聯 不過五國外交部澄清當中一人為中國公民 還有一人為英國公民 至於其他十人則為大馬公民 目前已經安全 專員署將把他們帶往新德里 假如撤離計劃順利展開 預計這批人會在今天搭乘飛機回國 國家元首蘇丹Abdullah昨晚 列臨雪邦出席亞航貨運舉辦的A321F 專用機貨機啟用儀式 陛下為亞航集團控股公司 也就是卡比特A有限公司表示祝賀 並希望該公司能持續發展 和主宰東南亞區域的航空業 北京的軍事 還有一張中共 國民族是一名港元 而在全國民族 歷史上 在國家 總共在航空中 在眼中 在飛機中 亞航新的貨運機將在吉隆坡啟用 並且伸縮性的停住在泰國曼谷 印尼雅加達以及菲律賓馬尼拉 此外 昨晚陪同陛下出席啟用儀式的 包括交通部長陸教福 Capital A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員 Dansry Tony 以及Teleport首席執行員 Pit Tsarang-Wongsa 政府將透過特別退休奖金的 特別援助形式 弥補退休公務員因聯邦法院裁定 每年2%調薪率失效 而減少的退休金差額 意味著 退休公務員将继续享有 與之前同等的退休金額 邦法院裁定 2013年退休金调整修正法令 第三和第七条文无效 意味著 从2013年起落实的 每年2%统一调薪率将会失效 首相德德西安马发文告指出 2013年之前退休的公务员 退休金将恢复至2012年12月的金额 而2013年之后退休的公务员 退休金则恢复制本来的金额 以符合法院的裁决 首相强调 政府向来重视公务员 在职期间的贡献 并关注他们退休后的福祉 因此政府会展开研究 检讨公务员包括退休公务员的薪酬 并承诺 退休金将一至1980年 退休金法令所规定的增长百分比 进行调整 政府将为公立大学的学生 提供300令吉的机票补贴 大学生可在8月15号开始申请 并在10月31号前使用 这项举措的拨款额为1680万令吉 预计将会集全国5万6千名大学生 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 内阁同意为公立大学的学生 提供机票补贴 以减轻他们往返西马半岛 沙巴 沙拉越 以及纳敏的机票负担 他补充 这项举措也是团结政府 为推行昌明大马理念而做出的努力 龙兴高铁项目向所有企业开放 并且不限于特定企业 交通部长陆兆福呼吁 有意参与的私人企业 可以向大马高铁机构提交企划书 而政府将会针对私人企业 承接项目的可行性 进行研究和商议 所以 by couring和 RFI they are they can access to documents documents which have been conducted by myHSR including all the studies that have been done before so they can purchase those reports of course with the condition of NDA non-disclosure agreement so they can make use of those reports to study and to come up with a proposal 龙兴高铁项目是我国与新加坡 在2016年签订的计划 但在2020年被前朝国盟政府取消 并向新加坡赔偿3亿2000万令吉 政府一决将遭致入境者的遣返工作 交由航空公司负责 内政部长达德士塞福定表示 这项决定与我国移民法令 及国际民航组织的规定相符 意味着有关程序不会由第三者负责 塞福定表示将收到拒绝入境通知书乘客的 遣返程序交由航空公司负责 与1959、1963年移民局法令 以及国际民航组织的规定相符 他说今年首六个月已经有近一万五千名乘客 收到拒绝入境通知书 被拒绝的乘客已来自孟加拉 巴基斯坦和印度站多数 涉及的原因包括没有往返机票 留宿地址不明确 以及没有足够现金 掌管法律及体制改革书的首相署部长 德德西·阿扎利纳透露 政府正在处理修正联邦宪法第三部分 也就是公民权相关条款的各方建议 包括民众看法 一旦西马半岛六周选举落幕 相关文件就会成交马来统治者理事会会议 阿扎利纳指出 修正整个联邦宪法第三部分 是连同第一和第二副表的八项建议 也涵盖了我国女性在海外产子的公民权课题 她表示 任何有关公民权课题的联邦宪法 第三部分修正建议 都必须获得马来统治者理事会预准 以符合联邦宪法第159条第五款 同时这也还得获得沙巴和沙拉越周元首的同意 以符合联邦宪法第1601条第二款A项 她强调团结政府会考量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看法及民生 而这项修宪为大马公民提供性别平等机会 日前,顾员工基金局计划推出第三户头 以帮助会员在紧急情况下 能够更灵活地领取部分储蓄 不过这项建议依然还需要展开全面评估 较早前,顾员工基金局首席车列员 当局计划推出第三户头作为储蓄户头 第三户头除了帮助会员在紧急情况时应急 同时鼓励非正式领域的会员在工基金局存款 并建议第三户头的储蓄率占存款约5%至10% 第三户头的储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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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可以再提醒,再提醒我 第一户头的储蓄率 是否能够如愿当上首相,备受各界关注 下午5点才会正式投票 本次泰国大选 今天,泰国举国上下都处在紧急 也会示威抗议 1,000公里射程覆盖整个美国国土 入朝鲜东部公海的目标地点 等国家的要求召开会议 以展开商讨 而会议将由轮任主席 中国英国主持 近来,中国部分地区 包括河南、广东、江苏和四川等 都遭到暴雨袭击 灾情较为严重的四川 有超过四万人因洪水来袭 而被迫撤离家园 雨水灌满,绵羊是一座高桥 犹如瀑布般倾盆而下,场面害人 当地媒体报道 异常强降雨导致中国多个地区 发生严重灾红 部分地区遭遇好雨后 发生山体滑坡 泥石流摧毁多栋房屋 基础设施严重受损 同时造成人员伤亡 据了解,四川省衙安市遭遇 连续14个小时的暴雨后 引发山洪和山体滑坡 郑州方面 当地政府发布暴雨洪水预警信号 提醒民众注意防范 此外,中国江苏、广东、湖南 董地也出现强降雨 中国气象局对此警告 这场暴雨预计将会持续到星期四 受影响的地区还包括山西、河北、 山东和西藏 提到曼谷旅游 就不得不提郑王庙 这里除了能够体验泰国传统服饰之外 寺庙的设计也别数一格 因为是以废弃的瓷砖建成 成了游客必去的热门景点之一 近期,当地周边的业者也卖起了仿造 郑王庙墙上花砖设计的冰棍 在掀起一波打卡热潮 有称黎明寺的郑王庙 是梅南河畔 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之一 而该寺庙的宝塔 是以废弃的瓷砖建成 因此也被称为当地最环保的寺庙 今年5月,附近一间咖啡店推出了一款冰棍 而当中立体的精美设计 灵感源自于郑王庙中央宝塔上装饰的瓷砖 以宝蓝色陶瓷盘和花朵细节为设计 这个名为黎明之花的冰棍 有两种口味 分别是泰式椰奶和蝴蝶豌豆椰奶 尽管价格不菲 小小一只要价近马币12令吉 但还是吸引不少游客购买 并以郑王庙为背景拍照打卡 业者表示 将郑王庙的花砖设计融入冰棍 不仅能让游客参观时结束 还可同时间欣赏泰国文化 据了解 这些冰棍的所得收入 将用于郑王庙的佛教教育和医疗用途 好的 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内容 我是林芷瑩 感谢收看 Salaam Malaysia Madani 我们再会 MING PAO CANADA